哈喽大家好,我是幸福的眼泪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道我们平时吃烧烤时必点的菜 我今天做的是细致炸虾配食物 我们要先做一个提味的蒜汁 炸蒜两锅,把它切出蒜末 把锅烧热,锅里放入适量的油 油可以稍微多放一点 把切好的蒜末放入 放进去以后就像小火 小火会不能翻炒蒜末 就一直用最小火来翻炒蒜末 需要炒15分钟 再蒜末快要炒好之后,放入一点点盐 然后翻炒均匀 炒过1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把它放在一个小碗里备用 大虾,我们先把它剪掉虾的细色和糖 然后再把虾背上的皮剪开 这样便于入味 把虾线挑出来 虾全部处理好以后清洗干净 切一个柠檬,在虾上面挤入适量的柠檬汁可以给虾去腥 刺刮一根剪去外皮 然后把它切成段 再卸出条 把虾味固形干净放在沸水里煮一分钟 然后捞出来拌匀 我们再来调一个酱汁 碗里放入5克的鸡汁 再放入20克的公鱼齿油 再放入15克的清水 把它们拌匀 拌匀以后这个酱汁就做好了 小一个大一点深一点 拌匀 撕一张锡盘 鸡纸让你搅拌匀 然后把锡纸铺在盘子上 抵着这个盘子做成一个锡纸板子 鸡纸要多铺紧 建议大家铺三次层 我铺了三层 要把它弄得厚一点 防止有破的地方 鸡纸盘子做好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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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们炸匀 放在一个铁红锅上 一定要用铁锅 一定要用铁锅 不要用不粘锅的 会随害不粘锅的 先把铁针菇撕在铁锅里面 再放上适量的蒜蓉 然后把煮过的小萝固放在上面 再放上丝瓜和泡发的木耳 蔬菜大家可以随自己的烤碗改变 在蔬菜上面再放一点蒜蓉 再放入刚才想好的酱汁 酱汁不要全部放一半 先放一半 然后盖上盖子 开中小火烤8分钟 看蔬菜基本上要熟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虾放进去 然后再盖上盖子 放煮两分钟 虾焖熟了 再把剩下的酱汁浇在上面 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再撒一些香葱 铁锅一下 这菜就完成了 详细的图文教程 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先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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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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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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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uta和诃痛 し样 补诒 Shi&订阅